有一天,周华健的私生粉给他妻子打电话 说自己很爱周华健 两人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希望他能主动退出 成全自己与周华健 听完这番话后 妻子伤心欲绝 他知道,这一天还是来了 周华健是在婚后成名 身边也多了很多美女 他如何经受住这种诱惑呢 恰巧当天周华健在外地工作 妻子看着年纪还小的孩子 彻夜难眠 一晚上的时间 头发就白了大半 周华健自小就家境困难 上大学后 只能自己勤工俭学 没到周末 便会却去民谣歌厅唱歌 偶然的机会下 周华健认识了 现在的妻子康翠兰 从这之后 只要周华健在民谣歌厅唱歌 康翠兰必会出现 用行动默默支持周华健 周华健每次唱完歌 他都主动站出来为他鼓掌 从不在乎被人的目光 康翠兰的支持 对周华健十分重要 有一次 周华健拦住了康翠兰 真诚地问他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康翠兰欣喜若狂 康翠兰主动向周华健表白 可周华健却很能误 当时的他穷得叮当响 不确定能不能给他一个未来 康翠兰却不在乎 他对周华健说 我喜欢的是你的才华 钱可以慢慢挣 有了女友的支持 周华健的事业也开始慢慢好转 不久后 两人就低调地结了婚 婚后 周华健凭借新的方向走婚 但身边也多了很多女孩 有一个私生粉 直接给康翠兰打电话 言语十分挑衅 逼他与周华健离婚 挂了电话后 康翠兰彻夜难眠 等到周华健回家 看到妻子憔悴的表情 问清楚怎么回事后 他对康翠兰说 放心 这辈子只爱你一个 事实证明 周华健真的很靠谱 一生只有康翠兰一个女人